特朗普下台,拜登上任,美国新政府开张第一天,就由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,宣布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,于是美国仿佛又变得光鲜亮丽,西方盟友还得为美国进场而起立鼓掌。 虽然特朗普支持者在指责拜登败坏美国经济,一些共和党议员也准备发起提案阻止拜登,但由于失去了行政权利和国会优势,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只是程序和时间问题。 不过根据参考消息、观察者网等媒体报道,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却炒作起中国话题,拜登气候顾问团队开始跟中国找茬,拜登的气候特使约翰·克里称,在气候应对方面,中国近期作出的承诺还不够好。 白宫国家气候顾问吉纳·麦卡锡23日表示,拜登政府将在下周公布更多气候政策,并将要求中国强化温室气体的排放目标。 但他没有透露具体政策,路透社预计美国将在1月28日公布第二轮行政命令,包括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指令。 舆论场上,美国早就在做铺垫,比如中国人少吃肉改变地球等议题设置,从美国的新动作来看,一直想逃避四年来破坏全球碳排放量控制指标的责任。 而是来带动西方盟友,利用碳排放问题向中国施压。 克里说,中国做得不够好,听起来挺客气,但不够好是一个可以长期使用的话术,哪怕中国2020年已经提前完成了碳排放目标,还有2030年、2060年的承诺目标,美国仍然可以说你做得不够好。 美国要是做点什么事,那个就是巨大贡献,现在无非是重新进群,却有一种王者归来的感觉。 全世界当然欢迎美国加入巴黎气候协定,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,带嘴立功,而不是找茬,搞事情,排挤他国,想掌握领导权。 不过,谁也不知道美国的间隙性奴隶,时不时又会发作,四年后呢,再推寻怎么办,毕竟美国国内反对力量还很强。 自工业革命以来,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,一边是高速发展的工业国,一边是落后的农业国,前者代表着富裕和发达,后者意味贫穷和落后。 高速的烟囱,轰鸣的机器,绵长的铁路,曾是大英帝国的财富、力量、荣光的象征。 英国也凭借工业优势、军事优势和资本优势,成为了日不落地国。 新兴的工业国发展起来后,这个世界更是弱肉强食,资本主义的无需发展,引发的环境恶化问题越来越令人担忧,如全球气候变暖,臭氧层破坏,热带雨林消失,珊瑚礁死亡,过度捕捞,物种灭绝,遗传多样性减少,食物毒性增加,荒漠化,水资源日去枯竭等等问题日益严重。 发达工业国给本国和全球造成的环境危机,也成为了国际公共议题。 越来越受到重视,1992年联合国通过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,但没有任何约束力,工业国减排只求自决自愿。 实际上没有一个西方工业国会去主动减排,尤其是G7集团。 几年下来,人们都发现只靠口头漂亮化,而没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协议,是无法取得减排效果的。 于是,1997年出台了京都议定书,它与UNF、CCC最大区别在于, 一,各工业国必须将减少碳排放措施写进法律条件,对违规企业的惩罚具有可知行性。 二,发展中国家在初期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。 中国是京都协议书签署国之一,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, 因此在初期阶段不承担减排义务。 碳排放不仅是当下问题,也是一本历史账,签证的是西方工业国, 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被签证国。 老牌工业国要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,率先做出减排行动, 但美国却带着东道主日本,要求在协议书中加入交易条款。 如果美国碳排放超标,那么它可以购买不发达国家的排放指标, 用补偿金方式来逃避环保责任。 这就说明,美国认为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并不是人类必须承担的责任, 而是经济成本问题,这与环保理念完全是南辕北辙。 接着加拿大、澳大利亚也跟美日两国支持交易条款, 俄罗斯也被说服,俄罗斯当天已被去工业化, 碳排放总量锐减,给俄罗斯的排放指标远远高于它的实际需要。 叶利钦认为这些多余的指标如果可以换取补偿金, 那对于缓和极度紧张的财政危机是有帮助的, 但欧洲国家坚持反对交易条款, 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破坏京都协议书的精神。 2000年11月,美欧在海牙谈判破裂, 随后刚上台的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克林顿签署的京都协议书, 称其存在致命缺陷, 美国认为环保不能影响美国企业利润, 不能影响美国经济发展, 不能影响美国就业率, 在解决全球碳排放问题上美国例外。 小布什在政治上必须迎合美国的工业资本集团, 那些军工、汽车、能源集团哪一个也不能得罪, 在美国参议院当中, 更是没有一个议员支持京都协议书, 他们同样受到各州利益集团的控制。 退出京都协议书, 美国火力发电厂还得到了政府补贴。 2001年7月, 欧洲建议工业国取消对火力发电的补贴, 增加对无污染能源补贴, 被美国拒绝, 指责这次政府干预市场行为。 2001年8月, 在德国波恩达成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协议书, 减少碳排放又成了一个口号。 国际社会经过十几年努力, 终于在2015年12月12日通过了巴黎气候协议, 它要求有法律约束, 各国加入后要制定相关法律。 2016年4月22日, 在纽约举行了签字仪式, 中国代表在当天签字加入。 巴黎气候协议在总则里明确提出, 发达国家缔约方带头减排, 第四条第四款规定, 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继续带头, 努力实现全经济绝对减排目标。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应当继续加强他们的减缓努力, 应鼓励他们根据不同的国情, 逐渐实现全经济绝对减排或限排目标。 美国碳排放比证占全球18.4%, 并消耗了全球15%的肉类和20%的能源, 所以美国要承担起最大的减排责任。 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上台后, 就认为奥巴马出卖了美国利益, 协议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增强竞争力。 董王海特羡慕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, 老师念道, 美国也想变穷发展中国家, 一点亏也不吃。 特朗普私会协议, 表明了美国对碳排放问题的政治态度。 于是, 在国际上还是美国国内, 关于减排又开始了一轮政治博弈, 环境和发展是一对辩证关系, 如果美国把火力发电厂, 工矿企业全部关掉, 碳排放量是会马上锐减, 但就业呢? 经济呢? 社会问题呢? 拜登也同样面临这些问题, 但拜登政府不像特朗普那样, 想捞个发展中国家待遇, 拜登要体面, 拜登政府是要让中国像发达国家那样, 进行减少碳排放工作, 虽然跟特朗普政府有区别, 但针对中国的目的是一样的, 还有那些美国豢养的环保骗子, 他们将当成政治工具, 当成生意来做, 制作视频, 图片, 文章来配合美国, 歪曲中国的环保努力, 从某种角度来说, 他们比美国政府更加令人不齿, 加州珊瑚排放多少二氧化碳, 澳大利亚珊瑚污染了多少空气, 见过环保骗子们出来指责吗? 还有那含着用爱发电的诈骗集团, 可持续发展才是人类解决环保问题的未来方向, 而美国希望的是, 你放弃发展, 我才可以发展, 特朗普政府是赤裸裸的, 毫不掩饰的, 拜登政府则是想利用规则迂回进攻, 美国人均碳排放居全球第一, 他怎么还有脸说, 中国做的还不够好, 在这些事关人类发展的重大议题上, 必须考虑到人均指标, 再则说, 一个巴黎气候协议新成员, 一个反复无常的国家, 有什么资格进来就说三道四, 群里新成员话太多, 是会让人反感的, 大家四年来一直在努力, 而美国四年来什么也没做, 如果美国是想来对别人说三道四, 重新领导世界, 这不就是空手套歪狼吗, 美国经过特朗普这四年后, 还骗得了谁, 除了那些美国的空气, 充满了香甜的滞胀煤粉, 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议, 是想履行承诺吗, 看起来更像是想找一个挡箭牌, 对美国政府要听起言, 关起刑, 美国要记得先把这四年就涨不上, 找别人茬的时候, 最好先看看自己的浑身窟窿,